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天话题加拿大版凤华资讯,我是主持人吴景 三月份也迎来了加拿大全国新冠病毒纪念日的四周年 那么在近期,布列甸哥伦比亚省的省长尹大威尔也特别发表了声明 感谢省民在应对疫情方面所做的贡献 也特别感谢奋战在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其实讲到医疗人员做出的贡献 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就为您请来了一位 也是来自中国的一名 但是在加拿大在医药行业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功 感谢安卓宇凡先生上我们的节目 他现在是担任Iperial Distributors Canada的共同创办人和营运副总裁 欢迎你上我们的节目,安卓 谢谢 我其实讲到我开场有提到说你的这个背景 我想观众朋友可能非常的想了解一下 这么年轻 怎么能够就是在加拿大这个主流市场 一片控制的这个医药行业 能够站稳脚跟 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这也是一定的机遇也是大家一个团队的一个奋斗 那么这个行业垄断性非常高 在加拿大自己在做配送的呢 可能中间只有9家 除了一些他有自己的配送中心以外 那么能在市场上公开去配送药的呢 西部只有我们最大 所以只能做到全国第三大 加拿大西部最大的了 那非常厉害啊 那其实我看您个人的背景也是 在中国有念书 然后又去到英国念书 又到加拿大来 这个背景是对您的这个创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我如果在很早的时候就出来呢 可能对我的视野 对于文化的包容和接受呢 是有一个蛮大的影响的 我是98年在英国读的书 那就是上个千禧年了 那时候还小 所以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呢 有很多的当地朋友 也有一些世界各地的其他的同学 那么对于文化的融合这块呢 是一个蛮好的锻炼 其实我觉得在主流社会 如果能站稳脚呢 语言这个当然是必须的 更主要的还是对于文化的一个接受 生意做得如何 除了机遇之外呢 还有个人的努力吧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应援机会 让你觉得 我想要在医药行业闯一闯 我2001年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呢 其实当时是应聘在了这家医药公司 我是学Information System 新鲜系统出身的 那么在这家公司当中呢 当时主要做的是数据分析 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呢 要给各个部门去做报告 那么这时候呢 我就会把每一个部门的 里里外外都研究一遍 哇 好厉害 好勤奋 这样我做出来的数据呢 才不只是一个纸上的数据 是符合用户实际需求的 如果我不去问 只是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很多情况下 做出来的数据 其实失去一个上下文的含义呢 是不准确的 那么为了把我的工作做好呢 我会问他们 那么在问的时候呢 就把公司的每一个部门呢 几乎就学了一遍 哦 还是很勤奋 那当时问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感觉到一些文化的 就是你提到说 其实你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就是首先就感受到 这个文化的一个冲击了 在问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积蓄文化冲击的过程 那么在学生时代呢 是学生的朋友 学生的同学们 这种文化呢 是一个比较快速融入的 那么在工作环境 一个职场当中呢 那么大家有一个专业背景在 有一个职场背景在 那么这时候的文化呢 又不一样 所以是在不断地学 不能说年轻 二十多年前 所以脸皮比较厚 现在看上去也是很年轻 看来是心态很好 心态 谢谢 所以在职场上呢 和人再去进行文化的沟通呢 也是另外一个角度吧 那其实医药行业给大家听起来 而且你提到说 其实你一开始是学这个 计算机方面 所以感觉好像两个行业 完全不搭架 那为什么会选择 后来是跳有这么大的一个跳远 那么后来这个公司呢 它当时有被美国公司收购 那么在2013年 我们会从国内杀回来呢 重新再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呢 我就变成了联合创始人 变成了一个主要的运营负责人 因为有之前在公司做 新系统的这样一个背景 对于每个部门的了解 等于去针对每个部门的特点 可以有针对性的 对所以变成创始人之后呢 我主要负责公司的运营 所以现在做的是那个VP Operations 所以每一个部门呢 基本上都可以再过一遍 那其实我们讲到说 其实加拿大这个医药行业 还是垄断性很强啊 另外就是感觉普通常大家看上 都是比较吸引人的面孔啊 那么你担任一个这么重要的职务 有没有碰到就是说 有些比方说一开始很多人 他不认可你觉得你一个移民 凭什么好像 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有的 因为作为第一代的华人移民 英语不是自己的母语 虽然很小就出来上学了 但英语不是自己的母语 那么我们公司目前 大概有300员工左右 那么应该有一半以上的 400人 那么怎么样能在同事当中 得到认可 得到尊重 也是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 那么在行业当中也一样 这是一个唯一有华人面孔的 医药批发公司 全加拿大酒家没有 那么所以在很多 行业内部的会议当中 或者竞争当中 要填出来我们的优势 要填出来我们的人真的态度 那么这样才能在同行当中 也得到认可 我们听到很多 其实很多移民 特别是比方说 有华人背景的移民 很多人会觉得说 好像给大家感觉 就是我是埋头苦干 但是呢不太擅长 就是说好像到了 比较高的一个管理层 那么从你个人的经验 在这方面有哪些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我觉得刚才像我说 得到大家的认可是第一步 那么语言一定是必要的 那么除了语言之后呢 一定是文化的背景 文化背景如果没有一个 共同的碰撞 这时候对方很难接受你 那么所以我们是从国内来加拿大 既然已经移民在这了 所以对当地的文化的接受程度 和适应程度呢 一定要够放得开 能接受的比较全面 那么这时候你的同事呢 可能会在认可你这儿的 更加容易一些 就是语言和文化的认可 第三个呢是专业能力 以你的专业能力能够说服它 能够使它幸福 这可能是最关键的了 你讲的专业能力 有没有比方说一两个小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因为我个人会觉得 哇就是医药对我来讲 哪怕就是光是认清楚 这些医药的名字 就已经要花很久的时间 我们做的是医药批发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物流专业 那么我管运营之后呢 其中会跟当地的很多物流公司打交道 那么我们公司在阿尔伯特有一个分公司 分公司坐落在Edmonton 那么我在跟分公司的员工开会的时候呢 我可以不需要地图 去把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小镇在哪儿 清楚地告诉他们 然后司机怎么样安排 先后顺序 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 他们觉得这个老板是专业的 所以人家对你很幸福 对 一定要从专业角度来说 让他们也要幸福 那您觉得现在就是你们公司 你讲到加拿大在这个行业 其实类似的公司不是很多 那你公司的这个竞争的优势在哪里 为什么大家会选择你 就是你现在的市场战略率有这么高 我们公司呢 最好的口碑呢 就是我们的服务 在当地 就比如说local 大温地区 我们给零售药店的配送呢 是一天两次 早上有一次 下午有一次 这个是其他的竞争者没有的 那么药店呢 为了更好的有一个 inventry flow 就是它的 仓等于是仓储的一个 对 他们的货存的一个管理 那么他们货存约少 他们的cash flow 就它的现金领会更加灵活 对 那么我们把药进来之后呢 我们一天如果送两次呢 他们的cash flow 和他们的这个inventry management 会更好一些 等于说也帮助到这些企业 它可以更好地来管理自己的 没错 这个灵活性是其他人没有的 所以他有一个急诊的病人进来了 那么他需要一个药 那么其他人要到第二天送 我说我下午可以给你送 这个就是以服务取得了用户的任何 最后的一个信任 对 非常好 那好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呢 带观众朋友来了解更多 于凡作为第一代移民 如何在加拿大 特别是很难进的一个医药行业呢 站稳脚跟 而且大展宏托 好 那么 添ой 成本